八折半 月后帮我保护相亲 这不归你 嗯 好的 我黎一带个娃儿 不介意吧 一个二手货 也配合我一个月薪 一万的人相亲 还带个拖油瓶 当天也没人要 对 我没人要 我真该死 哎呦 谁说你没人要 我有房有车会公司 两个孩子没问题 越是我 越在乎 老板 我就是看不惯 我的员工被刺入 想不到你平时嘻嘻哈哈的 你居然是个单亲妈妈 你一个人带孩子一定恶心 哎这样 不不不不 给你加两 不得不辞 你本容输为乎 自扛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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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要迟到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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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赶上了 谁说你赶上了 你我发的线还差零点零公分 罚款二百 我 没事吧 老板 谁说咱公司迟到货款了 以后咱公司不计考证 江氏姐以后上班慢慢来 注意安全 记住 还有个孩子在压唇 江氏姐以后 都有孩子了还够有动才 好 喂 我跟你嫂子去约会 接一下职子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孩子的爸 我上班呢 接不了 不起 试驾扣钱 别来的钱 你转两千块钱 我这就非常愿意效劳 助益 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 我想请个试驾 提借孩子 不贴小事再提前三提我这事 今儿吸不下我 这会儿都不好打车我送你 啊 又被男孩子卖菜给我等着 您怎么搞成这样 你看老板我还得洗这小泥喉 那个我就不留您吃饭了啊 哎上一天包肯定累了 我帮你洗吧 哎 哦啊我给你擦一下 哎呃嗯你洗的挺好的 将来一定会是个好爸爸 交给你了 你先别高速太早 这才是我爸呢 这不是十七前夫吗 只顾自己快落台了 哎怎么不开车的 对的啊最近带娃辛苦 走哥请你吃饭 你还好意思说呢 你跟嫂子一天到晚的二人世界 把孩子扔给我 你还知道你是孩子他爹呀 谁叫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呐 江世青吃这碗里的看着锅里呀 老板我看到江世青和他前夫在一块 搂搂抱抱的 他一直都在利用您的同情 啊 我看你了 有好戏看了 嗯 我 我 有别的女人还来找世青 以后离世青孩子远远 不是 我是他爸你谁啊 我是他后爸 哎 总裁江世青单亲还带个孩子 您可不能要他呀 我早就学 和他有没有孩子没关系 哎 实施 以往我一直还 那什么 我是没问题 但估计我哥不能答应 实施 公司马上要装监扣了 以后都不能摸鱼了 不干人事 傻老板 浩群总 这时期骂的不会是你吧 傻 傻 老板 当然是别人家的 哪像我们浩群总 又帅又有才 我要是能嫁给这样的男人 我这辈子死都愿意了 浩群总 我不知道你在这 真是亲人 你可真实 类行们想吃天安肉 我们浩群总其实你能高攀那样 哎呀 别这么没礼貌 我这么完美 他爱慕我是应该的 正常 嗯 就算是这样 上班人家聊闲天 都得教训教训他吧 人家爱而不得已经很痛苦了 让人找点乐子 咱们去 玩去吧 江世七 你刚才演技真好 我都信了 那必须的 我们这演技专业的 这不是我那天爱老妹妹 给他男神蝶的星星吗 请问我说呢 会请 今天是浩群总生日 生日礼物呢 我已经买好了 那给我就 先送你自己送呗 别烧烧我们行吗 哎呀 浩群总啊 听说今天是你生日 我特意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 不像那个江世纪 什么都没准 我的男神 谁说没准备 他就不好意思说 那么几个破碗呢 这是心理 哎 哪位保家阿姨帮我把垃圾扔掉了 这破烂扔掉 看着就是干净整洁了许多啊 这一看就受工作的 不知道跌了多少个晚上 他太累了 哎呀我好饿 好想吃个下午茶呀 江世纪 想吃下午茶呀 没有 给随便吧 总裁 你为什么会对江世纪这么好呀 谁让我收了他这么用心 做得这么多 浩群总请大家吃下午茶 你们那边分一下 哎 浩群总 这个是给你留的 三只松鼠 还有德福 江世纪你买了这么多 感觉你换起浩群总的钱 是一点也不知道 吃完了 我再给大家买 快点击链接 这个双十一 省学指南 直接省飞起 呢 这么下去 浩群总特别被江世纪拿下了 你没想 心里 那些都是我不顿嘛 我错了 其实 我也特别讨厌浩群总 老板都是很讨厌的 你以后得助点义 对了 事情 我有个问题下午 你是真的特别喜欢浩群总吗 啥 谁会这么确心眼 喜欢自己老板呀 浩群总 你都听到了吧 他他怎么在这 浩群总 江世纪这种女人 把你骗得突然突然转 这么不值得您这么喜欢 你说浩群总喜欢我 我告你诽谤 你信不信 他说的是真的 不过喜欢一个人是不求回报的 不亏了你 不然我还在纠结 怎么将石西表白呢 你也对这点用 你的离职可以不用通过人 浩群总 我 我不喜欢你 不管你喜不喜欢我 我都喜欢你 从现在开始 我会正式追求 导演我马上就到 戏服都撑好了 哎哎哎 啊 没事吧 好帅呀 哎这保时捷厚保险 刚好加车期一共两万二 你看多保险还是四两个 两万二 哎呦对不起 我着急去桌间才会装到你的 今天我结婚 我老公再跟别的女人开房 哎 谢谢你啊 摔哥 哎 八号穿着婚纱去桌间 说我在这儿演戏呢 敢骗我的女孩 还是第一个 陈助理 我车被人撞了 你开回去吧 另外帮我查个人 啊 导演 我来了 你回吧 你得罪了顶流 角色已经换人了 顶流 谁啊 男朋友啊 原来是你们这一对 逼人呀 小姐姐 混到现在才混到你八号呀 幸好你跟他分手了 不然他这么晦气的人 肯定会影响你的运势 你说我要是报道出去 男顶流带着女友进取 并且还顶替别人的角色 你说你们会不会被骂了 好担心哦 你看看有人听你说话吗 我和我家亲爱的呀 马上就要上大热的群里综艺 我们恋爱了 到时候铺天盖地的 只会是我们的恋情 张世奇 本来呢 你要想参加这个综艺 谁要跟我说也是 你也可以是啊 到底抓不及 现在没人要啊 张世奇 可算你 谁说没人要的 这个就是我老公 老公 把保时捏钥匙给他们看 把车刚绑下去 哦 原来是代价呀 那代价怎么了 我老公抓快复杀 也可以抚平我的一切烦恼 刚才你说了 我可以上综艺 你不会反悔的 哦 正好想看你怎么丢人呢 谁丢人还不一定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你是代价 我要知道的话 我肯定不会跑的 要不你跟我一起 上这个综艺吧 我赚到的钱 都给你修车 那你这综艺 我白上了 那我必须得争这口气 我是我们恋爱了的制片人 明天要拍一组情理海报 两位没问题没问题可以 好好笑一下笑一下 哎再近一点 哎女生卡粉了补下妆 哎 啊完了 我今天这个粉体 也怎么一点都不持妆呀 好了补好了 我们开始吧 哎 完美太有水平了 你留看这里看这里 这谁呀 好美啊 说不得上头版头条 你抢我 别拍了别拍了 江世七 你赶紧带着你的穷老公滚吧 这综艺 你没资格参加 是你邀请我来的呀 个人不可以言而无信哦 我就言而无信怎么了 制片老师 快把他们两个人赶走啊 来人 你放心啊 这么丢人的场合 我肯定就会帮你发到网上的 行上吧上吧 走走走 赶快走 哎 你们有病啊 我是说把这两个穷鬼赶出去 拉我们干什么 我亲爱的 可是这最大的卡 你这可不知死活的东西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我们宗义的投资人 首富 刘少爷 要死你们自己死 别怜怜我 哎呦 我们算了 我们算了 小儿兴 你愿意抚弃 你好吗 看到了 你 我 你 我 你